也是在現代啦 如果不在現代 如果不是現代 我們一定是母子巨王啊 一定的 小熊剛出來之後 那個婦幼醫院的醫生 非常的照顧她 然後給她打營養針 她剛開始吃奶是從0.5cc 三個小時吃0.5耶 她一剛開始出生的時候 她是用那個 我們的衛生護墊當尿布 就夠了是不是 對 但是從第三天之後我去看她 我坐著輪椅 我自己還在發燒 我去看她 我就唱歌給她聽 很奇蹟的她開始動了 所以妳知道 人生有的時候就是很奇妙的一點 所以當妳唱歌給她聽的時候 或者是妳靠近她的時候 她會有媽媽的味道 我覺得 她還是真的在妳肚子裡面 她知道 而且現在有一種袋鼠療法 也就是妳就只要穿著 幾乎就是沒有穿衣服 只是用一個浴巾或者是袍子 就把它 她從1300公克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我還在坐月子 就放在妳的這個胸口這裡 讓她聽妳的心跳 就把它抱著 每天至少就靜靜坐著不動 抱她三個鐘頭 讓她感覺好像在母親的子宮裡面一樣 那我每一天都去看她 所以那時候 然後就抱她 對 那時候只要有人打電話問說 妳坐月子吃什麼 我說沒有空吃東西 可是妳這樣嗎 他們都說 孩子因為在子宮裡面的時候 就是像在媽媽 就像在媽媽抱著這個地方 所以當妳抱著她的時候 她就可以回憶起 因為小孩子也要記 就是回憶起在那個 很多水的那個肚子裡面 對 其實她妳的心跳 妳的味道 她就會有安心的感覺 對 她會睡得很好 然後慢慢 妳想人一樣啊 睡好了才能吃好 所以一千三百公克 這是一點一點一點加大 她就慢慢的 妳知道 對 很多人一出生就四千公克 妳真的不了解體重的可貴 我生我女兒 因為我女兒也是早生一個月 不過她生下來就是兩千 也還算是OK 還要去保溫箱 對 可是她在旁邊的都四千 三千 然後人家說張小燕的在哪裡 四千 三千 可是小時候小不是小 不是小 對 現在她多重 可是 像小胸像這樣子 她要多久才能脫離 脫離在醫院呢 她在醫院住了兩個月 兩個月 然後我們就把她帶回家 那她能 妳有母奶嗎 我有 我就為了那兩個月 因為她那時候很小 她需要的量也很少 還好的 對 但是我知道 母奶對早產的絕對是好的 還好我覺得 這時候 小胸至少喝過四五十個媽媽的奶吧 然後我就像那個乞討一樣 去跟人家要奶 那個朋友好厲害喔 她是從黑龍江來的 嫁到台灣來的 她 一天可以生產三公斤 我現在聽了 每一次都是黑龍江啊 還是哪裡啊 那裡的母奶都很豐盛 我覺得 你需要說台灣物產比較不功勞對不對 不是 這個有關母奶這件事情 真是那邊豐盛很多 是啊 我們不知道我們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那邊吃了什麼 對不對 所以全靠她的母奶對不對 所以小熊吃了一年的母奶 我覺得喝母奶還是比較健康 因為她 小熊現在比如說打預防針 人家會發燒 或者是被傳染感冒對不對 她一下就好了 她沒有這個問題 而且很幸運的是 有些早產人回家有好有壞 有的還要帶著 兩歲以前都帶呼吸器 可是小熊她 她可能在我肚子裡 活得太難過了 她一出院之後就 她一旦掙脫了這個環境之後 她一旦變好就一路向上 所以她沒有這樣反覆無常 她就是一路一路的 她就承襲了她媽媽那種 非常有意義的 對 但她是1500公克石 她已經是那個 新生兒病房裡面 奶喝最多的小孩了 真的喔 對 所以我們一向知道說 一個小動物只要願意吃東西 就表示她生存意志很強 所以小熊回到家裡面的時候 妳照顧起來麻煩嗎 我其實從來沒有碰過新生兒 我也不知道 我覺得這是上天交給我的使命 我之前對嬰兒 完全沒興趣 也沒有抱過任何一個嬰兒 這個問題就來了 對 不好弄吧 對 我一直想要照顧她 但是我後來發現說 嬰兒會激起母親歇斯底裡的人格 也就是說 你歇斯底裡的人格 是被她激起來的嗎 沒有 我是一個外表很鎮定的人 我也不是說真的會發脾氣 可是問題在於我常常 比如說小熊只要睡在我旁邊 我24小時沒辦法睡覺 緊張是不是 我緊張 對 只要她這樣動一下我就醒了 所以後來我婆婆看到 我幾乎快得了神經病 我覺得這根她 是這麼小 生下來 我覺得會有 我很擔心 我差點在她身上 我連那個醫院的整套設備都買了 幹嘛 不是 我怕她 你知道早產人 會在吸奶的時候中止呼吸 會嗎 會 然後就要急救 可是小熊還好 她雖然沒有 但我好怕 所以我本來買了一個血氧機 要綁在她的腳上 可是那個她一翻身就會 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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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熊是習慣 但我不習慣 所以妳把機器通通買回來 那護士還跟我說是怎樣 妳要在妳們家 成立一個家戶病房嗎